首先我看要针对一些指责说 宾州政府没有批地给华小 我看这个是志祺其文 因为这个是有政绩 而且学校也能够正式 标记宾州政府现在是制度化货款 给各业的学校 除了华小、淡小、人民宗教学校还有读种 之前根本没有 现在却是每一年有获得获 我在这边我要呼应 全马人民有勇气改变 我要呼应全马人民有勇气改变 我们不应该认命 我们有权利享受平等的对待的机会 我们不应该再跪下来 我们不应该再跪下来求 而是要有勇气 有忠言 站起来求 站起来求变 我们不要再对骗 现在就要改变 你看 连马华总会长也要改变 第一次跟火箭变 当然是辩论的变 可是跟火箭辩论不重要 重要的是满华敢不敢跟武统说谷 为什么要跟武统说谷 因为这些年来 武统通过鼓出和宗教请求 包括支持静观的卡扫 来煽动和分裂人民 这些年 武统通过干权和违反人权的法令 这些年 武统通过贪污腐败 傻大姐 傻大姐的养牛世界 只是冰山一角 更严重的是这十年来 有超过一兆令吉的黑钱 被偷偷拿出 这个跟人民怎么招 所以这十年来 我们要的是两限制 因为好像前总会长 翁师介义承认 以前最少马华还能够跟武统 同一座吃饭的时候 能够吃到剩下来的菜 现在最多要设 只是希望能够设到面好脆 这个是翁师介乘认讲座 其多马来人也无法享有国家发展的果实 没有两亿五千万英吉来养牛 因为太多的果实 被国政的腾脑吃掉 人民只能拍拍照 吃白果 所以华社面对的问题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华社面对的问题是一楼楼 天知地知 你也知我也知 华社问题是什么 除了 除了通告不被承认 华小拱款不住 不按华门教师被调弃 华小教师还有灵教的问题 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解决 所以这些经济就业 教育的不平等的对待 我相信 不是单单华一面对 我们有足也是面对 所以我们应该趁这个机会 跟有足联合在一起 敢敢带动改变 我们现在要重视的是 我们要重视的是 我们要切好我们孩子的将来 我们的将来 以及给国政强调 过过五十年 要让我们的孩子 同样的被活 所以我们有这个机会 今天早上 我还没来之前 我跟我的女儿讲 如果有机会 我要成为 你们年轻人 这一代的红色 希望我们能够有开闭 开放的政策 让你们留下来 不要你们再去外游 不要你们再去外游 我们要是 重视无财 不要只是为重视无财 记得 只有重财新财选秀财 马来西亚才能发大财 看看韩国 韩国1970年 比马来西亚差 它的总平均收入只是260美元 在1970年 马来西亚还比韩国380美元 但是现在 不是单单韩国居上来 超越马来西亚 现在马来西亚7760美元 韩国已经是2万了 为什么 韩国能够成为高陆细的国家 马来西亚还是卡在那边 主要原因 是因为韩国有民主 有两限制 有两胆 两胆 所以如果我们要改变 我们 要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陆细的国家 我们应该有这个勇气 站起来 有这个勇气 我们有这个勇气 是限了限制 这条路当然是不是容易走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跟回教党 共振党的作品 是以一个白纸黑字的共同选言 而且这个是已经早早公布出来的 回教党有回教党的理念 行动党有行动党的理念 可是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回教党没有杀过一个华人 这个是一个事实 所以 让我们 让我们牵持下去 足迹改变 辛苦是辛苦 为了下一代 要走完这条路 愿不禁一番韩政府 愿得南瓜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